你是喝醉喔 是在那個路邊 然後他跟我說他喝醉了 大家麻煩我要帶他回去 這名男子手比的那個人 喝得醉醺醺 好心讓他搭順風車 結果他吐了 滿車都是 要帶他 因為他說他喝醉 他找不到計程車 我就找把他帶他回去 你認識他嗎 不認識 我們兩個不認識 彼此不認識 還願意讓他上車 結果車子被搞得髒兮兮 只見酒醉的男子完全狀況外 一下說要自己走回家 然後開始胡言亂語 我沒有 我沒有 沒有 洗井 你去幫我錄影一下 不好意思 我們要洗井 我要洗井 舉雙手投降 這到底在演哪出戲 男子一直跳針 說沒有要洗井 讓袁警哭笑不得 我們要洗井 我們要洗井 你們辛苦啊 我們要看那個沙捷 讓你坐著 來 坐下 吐的整個都是 最後終於聯繫上男子的父親 來把人接回家 結束一小時的鬧劇 這是在高雄紫關區 37歲的蔡信男子喝醉 叫不到計程車 他攔陌生人的車 蘇信男子答應載他 結果車上被吐得亂七八糟 把人丟包也不是 只好報警 感嘆好心 沒好報 在床中 卻突然偶吐在車上 出難見狀 只好將車輛停在路邊 令報警求助 這車不是發情代價 找不到欸 酒醉糊塗的 還有這名女子 從KTV出來 找不到車報警 警方載著他 找到停在路邊的車 千交代萬交代 一定要找代價 結果他硬開 二十分鐘之後 被攔下來 遇到同一組員警 這次沒得商量 酒駕開單送辦 TVBS新聞徐克城黃曉琪 高雄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 開啟小鈴鐺